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一下上证指数 30013.36点上涨了8.2点涨幅是0.27% 深圳城指9452.77点上涨了84.47点涨幅是0.91% 互生300指数3897.84点上涨了24.74点涨幅是0.64% 中小版指数5815.32点上涨了44.77点涨幅是0.77% 创业版指数1548.27点上涨了15.53点涨幅是1.01% 央视财经50指数6847.97点上涨了34.92点涨幅是0.49% 各位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登陆交易时间的微信公众号 关注交易资讯参与直播互动 发表留言点评 也欢迎各位观众对主持人和嘉宾进行投票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指数3000点来回震荡 您看好哪些板块的机会 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太平洋证券首席市场分析师纪小骏先生 另外一位是中山大学金融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 郑云英先生 欢迎二位 看一下今天的盘面 今天在上午短暂的下跌之后 在下午开盘以后又出现了一波上涨 二位怎么看今天的市场盘面表现 好像成交量有一定程度萎缩 一句话短线反弹高度有限 那为什么都是这样的结论 我们从这样 实际上我们从技术面上做个简单分析 今天的成交量 其实我们在上午的时候 已经在已经看到的这一条 我们看到应该是6月19日以来的 就是大概半个月时间 一个最低的成交量 当然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低量 它就意味着在这个点位 短线它继续下跌的这种 持续沙跌的这种动营在降低 当然这个地量并不是代表 它是一个长期的地 它是个地价阶段性 这是一个方面 那同时我们看到的话 再从形态上分析 我们看到前两次 就是从2822点这个反弹以来 它每次大概跌一个50多个点 到60多个点 它就要展开一个Gb的反弹 这次我们看是从3048低到了2990 刚好是跌了58个点 也是50个多个点 快到60个点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 做个分析 它在技术上 它有反弹这样一个需求 那同时我们看到 有些利空的因素 我们现在看到的 阶段性的是缓解 或者说增加了些不确定因素 原来可能是个利空 所以我们从几个方面的因素 所以我们从几个方面的因素分析 那今天的反弹呢 它应该来说 还是符合一个预期 但是对它的高度 不要去期盼很高 前几天我就讲过 这一次反弹的高度 大概就是在3050到312之间 为什么说是3050 我们看到除了60的均线 现在是在3000点多一些 这是一个构成 后面会构成压力 我们再看的话 这次的高点是3048 32是3048 低点是2822 你把这两个数的中位数 刚好就是3055 那这个0.5 也就是1分的分割位 在反弹行情当中 它是有压力的 这是一个方面 同时你再向上 包括缺口 我们看到缺口的话 是3078点 缺口它有回补的需求 同时具备压力 它是两方面的 这样一个构成 所以您刚才说 是在高度上 在时间上呢 您看有多长 时间上的话 高度达到了 这个时间也就达到了 时间一种可能性 就在7月的下旬到8月份 8月前后 就是8月7月底前后 如果说是慢慢在反弹 如果说快速反弹 一下子比如说 缺口也补了 说大家现在比较冲动 那就好 它的反弹时间就速带 但总体 这个3078点 能不能回补 这个地方需要观察 这个理由 我说两句 因为3078点 我们看是在5月6号 为什么3078 出现了一个 跳空缺口 当时有利空 现在这个利空 有没有完全消除 没有完全消除 部分这个利空 已经在实施 既然是这个情况 所以你就不能指望 3078一定回补 我们并不排除 可是如果说你回补了3078 再继续大幅向上 你的逻辑在哪里 所以现在离上方 那个缺口 已经完全不 已经非常近了 正经常怎么看 我觉得短期市场的话 可能在缩量调整之后 有可能会有一个反弹 但反弹的力度的话 要看成交量热点的情况 短期的话反弹 还没有结晶结束 但是我觉得反弹的高度 可能是比较有限的 而中长期的话 市场还是受基本面 还有估值两方面的影响 因为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6月份这个年中报季 马上到了 那么这个时候的 基本面方面 对市场的支撑方面的话 应该是偏谨慎的 然后整个基本面的 见底的话 可能要等到年底 才有看到一个 比较清晰的一个方向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的话 就是科酸板的 是因注册制之后 它会对中国股市的 估值体系 会进行一个重构 因为注册制的情况下 的市场估值体系 跟核准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也是中国股市 第二次历史估值的下移 第一次是08年 前流通的时候 产业资本进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现在的话 是从注册制来了 如果科酸板实际注册制 能够顺利推行的话 经国家转型 从建融转善值融资的 这个大方向来看 那么创业板是不是也要搞呢 中央板也要来呢 那么这样的话 当然对中国整体经济 长期是有利的 但是呢它对现有的 持商的整个市场的结构 估值体系会进行一个重构 那么在估值体系 重构里面的话呢 50指数相关的股票的话呢 估值是比较合理地位的 我们的艺术也说了嘛 他们的蓝筹股 估值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的话 对这个500指数 还有800指数 还有普通股指数来看 如果它的基本面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成长性也没有 特别看得清晰的话 估值比较贵的情况呢 在核准制可能是存在的 但是就是制之后的话呢 它会构成一个压力 在核准制出来 也就是出来的 初期这一段的时候 可能会控制节奏 但是如果它正式的 推行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压力就会显现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会造成一个分化 刚才您提到了 这个反弹没有结束的 一个理由 就是在成交量 有效配合的情况下 我们看到今天 是极度的萎缩 今天到目前为止 上海市场的成交量 是1200多亿 前几天呢 在半天的成交时候 基本上就能达到1400亿 您说的对 也就是说它是这样的 就前期是出现一个 G20峰会之后嘛 因为一些消息的咬动 导致市场去一个冲高 那么冲高完之后 它现在再回落 回落到现在 达到一个极点的位置了 所以它在回落的时候呢 回缩成交量是正常的 应该的 那么但是呢 在再往上 如果出现可能的反弹的时候 量能不能放得出来 就是决定了它高度 这个我们要进行观察 其实的话呢 G20峰会结束之后 它的上升功的时候呢 量是有所放大 但是比上一次的峰值 已经出现了一个量 缩小的情况 有一定程度的背离 如果在后面 再出现第二次 第三次背离的时候 投资人可能要注意 控制风险的情况 来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互动话题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是指数3000点来回震荡 您看好哪些板块的投资机会 有投资者说 网友David说 他看好非营金融和大消费 但是我们前几天也提到了 大消费现在股值相对来说 比较高了 G先生同意这个观点吗 您觉得也看好大消费吗 我在节目当中多次讲过 重点板块 你不要说东一郎投西一棒 就那么几个 银行保险大消费 除了大消费 是银行保险 这个大消费的话呢 我之前讲的叫银加保酒 这个大消费包括哪些方面 你不能说是太广泛 那么银的话呢 除了我们讲的银行之外 加上一个黄金 不要说有的人认为说好像说三季度 有些方面的观点 我跟中大金融研究审的这个郑博士 还是一致的 有的人认为三季度已经很乐观了 四季度也很乐观了 明年上百年也很乐观了 我认为这个还是需要谨慎了 需要更多的思考 那么既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黄金板块为什么讲 这是我们银是银行 同时经营 那么大消费的话呢 就是我们讲 我们平常有这个酒那个酒 我们在证券市场 我起了个叫银加酒 银我们讲过是银行 家是家电 讲过很多次 酒就是量酒 那么你证券市场喝银加酒 它就保险 所以叫银加酒保 那么除了喝酒之外 喝完酒之后还喝点饮料 喝酒的时候 还要有点食品小吃等等 所以叫银加酒保 那么还要加上食品饮料 所以这个观点我认为是对的 但是银加酒保不是说大蓝筹 你随时随刻都在买 我们看到上车五龄 有些蓝筹也就出现了调整 回调的时候 你去更多的关注 它滴得一多 你就不要去很恐慌 你就要贪婪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关注 我们究竟应该在投资策略上 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好谢谢二位 谢谢 来关注消息面的情况 来关注中小板公司 上半年的业绩预告 截止到7月5号 有236家中小板公司 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预告 业绩预增的公司有112家 占比达到了47.46% 业绩预降 预亏的公司 分别有42家和43家 在披露具体预告数据预习公司中 以预计净利润增幅中值统计 共有60家公司净利润增幅超100% 净利润增幅在50%到100%之间的有40家 具体到个股看 明和股份预计净利润增幅最高 公司预计上半年时间净利润增幅中值为 4678.84% 新ST集成 天顺股份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幅中值 分别为1129.5% 1075% 增幅位列第二 第三 就目前的披露情况 分行业看 业绩增幅预计翻倍股 主要集中在电器设备 电子 化工等行业 业绩包佑公司中 共有43家中小板公司 上半年业绩预计亏损 以最大亏损额进行统计 新ST利元 预计亏损9亿元 亏损额居首 其次是新ST天马 预计最大亏损金额3.45亿元 最近广发证券招商证券 宣布将分别发行不超过50亿元的人民币金融债券 在多家券商发行金融债资格获批之前 券商发行短期融资券 已经先行一步 从6月底以来 央行调高了部分头部券商的短容余额上限 目前公布的9家券商短容额度 已经超过了3000亿 7月1日 招商证券广发证券相继公稿称 近日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准与行政许可决定书 根据决定书 央行同意招商证券广发证券 分别发行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金融债券 核准额度自该决定书发出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据悉 此次为广发证券首次发行金融债券 广发证券拟将本次发行金融债券募集资金 主要用于向中小非银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 投资信用债支持实体经济等 为缓解中小金融机构流动性紧张问题 央行近期鼓励对非银机构提供流动性 通过头部券商开展流动性传导 提高部分券商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发行额度 同时对部分头部券商发行金融债进行松绑 在多家券商发行金融债资格获批之前 券商发行短期融资券已先行一步 6月下旬以来 中芯证券 国泰均安 华泰证券 广发证券 招商证券等9家券商纷纷发布公告表示 收到央行通知提高短融余额上限 贷偿还短融余额上限合计提升近2000亿元 目前已经公布的9家券商短融额度已超3000亿元 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下面来关注生态治理 长期以来环波海地区污染问题非常严重 最近几年虽然通过治理有所改善 但是辽东湾 渤海湾 莱州湾等几个重要的海湾 污染依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 从整个渤海的监测结果来看 不满足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 大概是在2万多平方公里 那么累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 是3300多平方公里 从总体上来看的话 就是还是入源污染物入海 它对海洋的生态环境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刘志是大连市爱子口村的村民 他在80年代末开始做了12年渔民 他介绍说早年的时候 因为当地老百姓飞机油等都直接倒进海里 再加上石化 炼油 造船等企业的增多 海里的鱼类数量和种类都受到了影响 原先咱家布海外黄阿鱼为主 现在黄阿鱼基本没有苗了 就是物业 这几年就采建苗 这几年通过改革以后 采建的布海外有黄阿鱼了 布海外黄阿鱼是之前的 据介绍 鱼业资源枯竭 海洋垃圾增多 赤潮 虎台等生态灾害多发频发 是目前海洋生态面临的主要问题 2018年 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 联合印发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站行动计划 将通过三年综合治理 大幅降低陆源污染物入海量 明显减少入海河流猎物类水体 实现工业直排海污染源稳定达标排放 完成非法和设置不合理 入海排污口的清理工作 实施最严格的围田海管控 逐步恢复渔业资源 力争到2020年 渤海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73%左右 目前还有一些河流 可能水系没有纳入到我们水环境质量管理体系里面 可能在下一步的工作里面可以进一步的完善 另外一个方面 对于河流的上下游的污染源的问题 进一步的控源 控制污染源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针对渤海的污染现状 从今年开始 生态环境部启动渤海综合治理攻坚站 首轮排查覆盖1700公里长的海岸线 和4628平方公里的海陆范围 财经频道记者也跟随行动组 前往了海岸线最长的大连来看一下具体情况 根据前期卫星摇杆与无人机航测结果 排查组来到大连市旅顺口区的一条河渠 核查疑似排口 还没有到达疑似排口的位置 周围就传来一股刺鼻的腥臭味 沿着河道 排查组发现了一个直通河道的排管 附近的沟渠里也都是黑色污水 在距离这个排污口不到5米的地方 排查组又发现了一个排口 虽然也并没有排水 但在管口下同样可以看到污水排放的痕迹 沟渠里也都是黑褐色和腥臭的污水 这个排口我们建议企业进行取缔 这个不能设 一个企业只能有一个排口 发电排口只能一个 在距离这两个排污口稍远的地方 排查组才看到了原本要喝茶的疑似排口 在这条沟渠不到30米的距离 就布置了三个排污口 而且都属于旁边一家海带加工厂 随后排查人员进入海带厂了解情况 据海带厂负责人介绍 因为季节问题 海带厂已经有半个月没有生产 这个处理逐海带产生的热锅水的污水处理设施 因此没有使用 而其他环节产生的废水 则一直是进行简单物理处理后排放 是成功沉淀就排了是吧 对 这个环瓶允许吗 有 环瓶允许你们清醒了废水就自排吗 就是经过沉淀以后就会排 就把旋復趋速就会排吗 这些环瓶就那么干的 还有一天排多少水的 有记录吗 没有 这个有没有计算过 没有计算过 这些数据应该计算过 你们进去有没有监测报告呀 没有 没有啊 那你们还是要进去监测 据了解 这条沟渠属于渤海的末端 涨潮时 海水会直接到达海带厂外 退潮时 污水则将直接被带入渤海 目前 排查组已经将海带厂三个排污口的排查情况 上报系统 并移交给地方政府 下一步 当地环保局将对污水进行采样检测 根据结果进行整治 生态环境执法局介绍 这一轮环渤海排污口的排查 主要针对大连 唐山 烟台 天津四市 所有向渤海的排放口 下一步 逐轮对这些排放口进行监测和整治 然而行动组在大连发现 除了污水直接混入海水 还有其他污染问题 这一块主要是从西面和北面的水的汇集 然后通过这一个沟渠 然后就入海 这个主要是 当时我们主要是 就是这意味而还就是水的颜色有点异常 这条河流不仅散发出浓烈的臭味 并且呈现出明显的红色 河流西侧入口已经堵塞 但是剩余的水颜色更红 而北侧入口出的水 黑褐色更为明显 路过的村民介绍 这样的情况 今年才开始出现 因为排查组无法确认河水来源 此次也不具有执法权限 只先对河水进行了取样和快速检测 以确定水质和河流属性 COD化学需氧量 它测出来已经都是大于等于250了 这个已经严重测标了 这个正常应该是100 据了解 在前几期几轮中央环保督查 和地方专项督查行动后 此次排查 目前没有发现大型工业企业非法排污情况 主要问题集中在养殖 农业面临污染和生活污水方面 而因为排查范围覆盖到 所有向渤海有排放的排口 排查的数量远高于地方数据 原来我们整个渤海 我们排查的四个城市 地方毫无部门掌握的数据是625个 那么我们现在从初步数据看 那可能远远就会高中这个 可能是甚至乘个十 甚至乘十几倍这样一个数量 目前排查组已将排查结果 移交地方政府 由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后续监测 溯源和整治 下一步 对于整治不力且问题突出的 生态环境执法局将进行约谈 并通过专项督查进行监督和问责 同时今年年底前 生态环境部还将对 环渤海剩下的9个城市 开展渤海入海排污口的全面排查 在资本市场上 污水处理类上市公司 一直备受关注 同时今年以来 水治理和垃圾分类为主的 环保板块 也开始迎来固执修复的行情 2019年7月2日 财政部 住建部 印发城市管网 及污水处理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明确补助资金 用于支持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 城市黑色水体治理师范 中西部地区城镇污水处理提制增效 叶年事表示 此次管理办法的发布 将直接激励地方政府 在水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动力增强 这个股材政策是在16年以上 以来的政策上进一步的修订 最终的修订的话 可能对板块的一个 水治理板块的进一步发展 产生更多明确的一些机会 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的话 像这个垃圾助理板块 水治理板块的一个龙头公司 基本上都在上市公司体积内 对来对上市公司的一个股价表现 可能会存在更好的一个演绎方式 事实上 以社保为代表的长期资金 对污水处理概念股青睐有加 据统计 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 共有13家相关概念股 被社保基金持仓 分别为东方园林 中金环境 万邦达 成名职业 中和科技 新荣环境 杰瑞股份 东江环保 梅安森 绿城水雾 海陆重工 清水源和中电环保 今年以来 59家环保概念上市公司中 55家上涨 仅4家下跌 具体到个股方面 环保概念相关上市公司股价 涨幅前三的分别是 汇城环保 联泰环保 维尔利 年初至今天五间收盘 这三家公司股价 分别上涨136.18% 95.45% 86.64%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环保督查趋延 环保板块将迎来 估值修复行情 进阶环保板块的话 关注度相对较高 非常明确的主线的话呢 是拉底分类板块 从目前走势来看的话呢 近似于主题 投资炒作的一个 股价表现 但是从实体角度来看的话呢 就应该是对实体的一次 确实可行的一次成绩 正在直播的交易时间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我们继续请太平安证券 首席市场分析师 纪晓俊先生 和中山大学金融投资研究中心 研究员郑云英先生 一起为我们解读盘面 和网友的一些疑问 你先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指数3000点来会震荡 您看好哪些板块的机会 问一下郑博士吧 您看好哪些机会 总体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在目前的市场里面 大部分的个股的话 都会受基本面 和这个估值体系的一个影响 所以的话呢 就是相对表现比较强的 可能是消费 还有的话呢 就是还有贵金属 还有的话售仙板块 我们也在旁边上 也看得非常清楚 另外的话呢 有些核心进行资金利的 一个企业的话呢 它也能够独自相对比较走强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这个消费股 它有个估值的 有确定性的增长 为了基本面 所以的话呢 导致很多资金 是过多的去追逐它 导致阶段性 这些估值性的泡沫 那么这泡沫需要消化一下 才会持续的走强 那么所以的话呢 就要区别来看 比如说像这种 食品饮料里面的话呢 可能就白酒 它的估值是合理 但算不算低估了 另外的话呢 像这个受险的平安里面的话呢 其实它估值是相当 还有诱人性的 所以它大量的回购 但是的话呢 作为这个酱油啊 陈醋这些的话呢 海底酱油是 营列五六十倍以上了 它们基本面 前景都很确定性 但是呢 过多前追逐之后 它估值反而比较高了 这些的话呢 需要时间去消化一下 才有独立 才会逐渐的走强 所以我认为 它们会出现分化 但是最后还是 这些板块的话呢 应该来说 受宏观经营 是一些比较小的 所以它们表现的话 中长期会好 短期会有分化的情况 刚才短片 我们也提到这个环保板块 前一段时间 因为上海这个垃圾分类 然后导致环保板块呢 出现了一波又一波上涨 记性上看好这个板块 觉得还能再挖掘 出新的机会来 还讲环保这个板块 只能阶段性的 适当关注 现在还暂时 不能长期做一个重点 因为前面我讲 这个几大板块的时候 没有提到环保板块 那这个板块 其实是经过 我是经过认真的 分析和筛选的 环保的话呢 我们看到它 从长期来 从国家的这个政策来讲 它是一个持续的扶持 但是环保我们看到呢 毕竟现在 你是更多的是要投入 投入以后效果怎么样 实际效果怎么样 这个是需要有个过程 包括像垃圾环保 这个垃圾分类处理 它从长期来讲 大家都非常重视 但是呢 从这个估值啊 从这个收益啊 从各方面来看的话呢 如果说它估值比较高 或者说趋定性 不是很够的话 那么呢 只能是阶段性的 逢低带低 适当地关注一下 我们看到今天整个这个环保工程板块 在跌幅板排在非常靠前的一个位置 郑先生觉得我们还能从中挖掘出机会来吗 这到底是跌出来的机会 还是跌出来的风险 我对环保板块的话呢 它跟之前所说的一些稳定性增长的 内生增长的行业板块不一样 它属于政策驱动 所以主题投资 而目前的话呢 它们的估值相对来说 并不是一个特别低估的状态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时间是窗口 现在属于中暴的这个巨 所以当然呢 所有的公司都会受中暴的一个影响 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排列组合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今年资本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 大事就是科创板 以注释的方式来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它对整个估值体系会有一个影响 恰逢也在最近的一两个月的话 估计科创板的话呢 也应该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进展了 所以的话它也会影响到这些 所以的话呢 最近影响市场呢有两大方面 一个是中暴 一个是这个注释制出台的时间 这样的话会对整个市场有影响 在市场呢 处于一个现在不是特别稳健的情况下 更多之间愿意去找一些基本面 和估值之地比较有保障的 那么一些题材的 主动推动的政策支持这块的话呢 它可能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只能作为一个炒作的对象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从机会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这些是主题投资的机会 那如果真的是要把握这些 更好的机会的话 还是看刚才所说的一些中暴 有良好一些估值比较合理的 那么在市场在调整的时候 看有没有跌出来的机会 另外的话 科大马出来之后 也有可能会导致很多好的公司 好股票 会调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位置 那样的话 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配置机会 而目前的话呢 应该是持股观望 甚至有所调整的控制材 是一个比较合理的状态 郑先生提到 要让大家找这个估值比较合理的这些标的 你看我们有个投资者是这样说的 他叫老阎君说 除了北向资金看好的板块 其他的他都不看好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选股的 一个投资策略和方法 因为有别人替你看了一遍了 郑先生觉得呢 北向资金 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 但是呢 不是全部 其实我们看到 观察北向资金 一定要跟就是国内的 境内的这一种 大资金的动向紧密集合 比如说今天如果说 机构资金还在出 如果北向资金进 我们要就是看到它 机构出的 境内的出的更多 所以呢北向 这是我们的一个参考标的 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 好 谢谢二位的分析 谢谢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上海演播室 永东你好 你好 靳强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指数3000点来回震荡 您看好哪些板块的机会 季小骏 季先生看好银行 家电 酿酒 保险 食品 饮料 黄金等等板块 郑先生看好 GU的消费 受险 医疗服务 和贵金属板块 您和上海的嘉宾怎么看 时间交给您来运作 好 谢谢靳强 下面我们继续来探讨 这里是上海演播室 我是黄永东 那么今天的互生股市 是先亿后扬 整体表现来看 是身强护弱 上证指数 今天多数时间 是围绕3000点上下波动 但目前是小幅上涨 而创业板表现得更好 目前涨幅已经超过了1% 板块方面 今天像高送转预期 金融IC 白酒概念 农业服务 还有半导体系 元件出现在了涨幅的前列 近期表现比较强的 环保工程和国防军工 出现在了跌幅前列 目前个股方面 应该是涨跌互线 稍后我们来详细的分析 今天的互动话题 是指数3000点 来回正当 您看好哪些板块的机会 另外我们每天 会在交易时间 微信公众号上 开展谁是最佳评选活动 进入央视交易时间 微信公众号 点击右下角 谁是最佳 选出林姓墓当中的最佳主持人 和最佳嘉宾 每天的投票结果 我们将在下午节目的最后揭晓 下面先来看看 今天重点关注的节目内容 截至五月末 保险资产总规模19万亿元 投资权益资产规模 已达3.85万亿 支持科创版投资 加仓优质股票 险资证券投资比重将提高 陆家嘴观察 险资入市发积极信号 好书店学技术分析 看图十年人亏损 学习段永平走价值投资路 买低估房产股 投资者说 唐明荣波折后拥抱价值投资 财经资讯进化 尽在陆家嘴观察 今天的陆家嘴观察 我们来关注的话题是 险资入市发积极信号 国务院新闻办 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称 银保监会将考虑进一步提高 保险公司证券投资比重 还将支持保险资管投资 科创版上市公司股票 鼓励保险公司增持优质 上市公司股票 允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设立专项产品 参与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的 流动性风险 那么应该如何来看待 管理层这一系列的举措 投资者从这一信号当中 有哪些投资启示呢 来看记者顾知义的报道 今天的罗底观察 我们来关注保险资金投资A股 险资是A股市场上 仅次于公募基金的第二大机构投资者 它的权益类资产配置 大概有近4万亿元 所以它的一举一动 都影响着整个市场的走势 而昨天监管机构 又给投资者带来利好 银保监会表示 目前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的 监管比例上限为30% 行业实际运用为22.64% 跟监管比例上限相比 还有7.36个百分点的政策空间 下一步呢 银保监会考虑在审慎的监管原则下 赋予保险公司更多的投资自主权 进一步提高证券投资比重 支持保险资金 投资科创版上市公司股票 鼓励保险公司增持优质上市公司股票 数据显示呢 截至今年的5月份 保险资产总规模呢 为19.07万亿元 资金运用余额17.02万亿元 其中固定收益类资产 11.36万亿元 占比66.73% 全一类资产 3.85万亿元 占比22.64% 也就是说啊 如果保险公司把全一类资产配置 达到监管上限 就会有超过1万亿元的资金入市 而目前啊 整个市场股票型基金的规模呢 也就1.05万亿元 所以呢 如果全一类资产上限进一步提高 保险资金入市的潜力非常巨大 大家对于选资入市啊 记忆最深刻的呢 应该就是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 当时呢 以安邦前海为代表的保险公司啊 用万能险募集的资金 在A股市场上激进增持 举牌 部分选资呢 是利用资金优势进行短炒 由于涉及资金风险 最后是被叫停 但选资的威力呢 由此可见一斑 而现在 A股市场在经历了多年的调整之后啊 估值已经非常的低 而且具备较大的投资价值 所以呢 着眼于长期投资的选资啊 现在入市呢 正是时候 那么大家肯定也在想啊 选资入市 到底都会买什么样的公司呢 在我看来啊 保险资金相对来说呢 还是非常谨慎 对于他们来说呢 安全第一 并不要求有多高的收益率 但需要有稳定的收益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目前市场上啊 估值低 分红多 业绩稳定的蓝筹股 行业龙头呢 应该是他们的最爱 投资呢 也可以重点关注 银宝监会将提高保险资金 投资权益类资产的比重 对A股市场会产生哪些影响 当前A股的投资价值在哪里 来听听上海投资者的看法 肯定是积极这么样的吧 你毕竟入市的资金多了嘛 而且基本上保险会 投资期限稍微长一点 可能会就是改变目前这种 中小投资者短期的一些 炒作的习惯吧 新的资金进来的话 肯定对这个 对这个 不是上涨有一定动力了 因为毕竟它要 它要买入嘛 对吧 那么既然买入就有 有这个资金上涨了 是不是价格上涨的动力 因为显得通常这么大的盘子 它进来的话 不会一下子进到市场里去的 会有一个过程 那么要看它的一个 入市的进程吧 投资它不可能是 立马就有效果 它必须得就是说 有一定的缓冲的期间 像现在的话 它加重比重的话 大概在2020年的上半年 会就期出的时候 会有一定的效果 就有一定的上升 是这样的 现在的话就是 也是一个观察的期间 不少投资者认为 险资入市 能够为股市上涨 带来动力 同时由于保险资金规模大 投资期限较长 能够有效改善市场的投机行为 当前A股估值较低 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 在科创板的预期下 会选择科技类企业进行布局 现在A股的估值 可能就是 横向比较的话不算贵 但是肯定也比底部 要上来一点 我觉得整体还行吧 可能就是 比较适合这个阶段 做点定投 肯定是有投资交织 就是结构性的行情 而且长期被低估 应该还是有的吧 毕竟已经盘整了 蛮长时间 也算是在一个低位 可能还是就是 科技类的行业吧 因为毕竟就是 就现在国家 也是大力提倡这块 而且创业科创板 对这块的提升 可能也会带动估值 往上走一些 稍后是投资者说 我们来关注唐明荣 波折后拥抱价值投资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追梦之旅 变成无尽的跋涉 对于我当时的境况来讲 感觉就像地狱一样 我们连续地遭遇了 一二十个跌停板 打击比较大 激烈的博弈 中化为一生的修行 不要天天想着要赚几倍 要留股赚几十倍 给自己的一些理念 或者说一些选口的思路 有一个反思 投资没有别的诀窍 就是龙的 追踪公司成长的足迹 见证投资巨匠的崛起 智慧创造财富 投资改变人生 投资者说 今天的投资者说 让我们来认识一位 来自广西桂林的投资者 唐明荣 这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 从高中时就想从股市中 积累财富 改变命运 那么如今 他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呢 一起来看 1994年 影片股风供应 展现了全民炒股的疯狂热潮 人山人海的营业厅 大屏幕上红绿交替 会台上买卖单子 递进递出 当时还在上高中的唐明荣 看到了这部影片 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股风给他的心理 买下了一颗炒股致富的种子 因为我家是农村吧 农村一个 从小都干过很多农活 都要夏天干活 夏天干活 特别是双墙 日子是非常苦的 所以我觉得 能够在这个屋檐下 然后在家里面 然后通过这个 买卖这个股票这种方式 不用出去晒太阳 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 非常轻松的一种赚钱方式 怀揣着财富梦想的唐明荣 终于在上大学后开了户 考上大学 父母亲给他准备了 一笔不小的费用 交完学费 还剩下四千多元 他将这笔钱 全部投入了股市 01年10月23号开了户 对开户这个日期 我记得比较清楚 为什么会这么清晰的 记得这一天 因为我那一天去开户的时候 开完户 我非常兴奋 我说终于开好户了 股票大厅上面的字幕 那种红红绿绿的 那个数字 挑动数字 让我就是热血沸腾 我终于进入股市 这个市场了 大学四年 唐明荣的每个周末 都在书店里度过 热情高涨的他 急于学习炒股的方法 把当时的炒股书 都看了个遍 将技术分析 奉为宝典秘籍 但是结果 却并不如他所愿 我印象比较深的 大学期间 做的两只股票 一个是秦宁水利 一个是泰山石油 这两个股票 完全是根据 技术分析去做的 基本上是抢反它 连续暴跌之后 看到低位发量 然后抢反它 拨短线 争取了三天 三四天赚个百分之二三十 就出来的 结果没有赚百分之二三十 到复了三四天 可能亏了百分之二三十 就那种挫败感 都非常强的 不得要领的唐明荣 以为都是自己学艺不精 才会连连亏损 花了更多的时间 看图 画线 每天写一篇日记 记录下了当时 自己的分析和操作 你看这是 零二年六月二十九号 写的一个文章 当时的标题叫 政策修正 井喷出现 月线大洋 窗头破角 当时的新闻是 南方证券破产 然后当时画的一个 技术图形 1786点到1626点 这个区间增大 然后再突破 那现在看到这个文章 您是什么样的感觉 反如格式 反如格式 那是02年 现在17年了 现在在这个 整个证券市场里面 或者一些评论里面 还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标题 这个时候我就回想 出于这个十几年间的自己 就是说 这样从这个角度 去分析这个市场 其实是非常表象 非常肤浅地 去分析这个市场 而不是像我现在 逐渐地在从这个 企业的角度 去分析这个市场 唐明荣很努力 并且善于学习 但是他拼命努力 学习的技术分析 并没有让他实现 致富的愿望 入市将近十年的时间 买卖过无数的股票 划了无数条线 最终还是亏损 入市十几年 却一无所获 唐明荣极度沮丧 后来他又发现了什么呢 他能否找到自己的投资之道呢 接着来看 桂林山水甲天下 当我们来到桂林投资者 唐明荣家时 看到他正在收看 段永平的访谈视频 投资呢 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觉得他便宜 这个便宜不是说 跟他股价倒过多少钱 是根据你心目当中 认为他应该值多少钱 就是所谓的价值 2010年 2010年 唐明荣还在上海的一家 美股日交易公司工作 当时只知道用技术分析方法 超股的唐明荣 偶然间发现了段永平的博客 这也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写到 这个对雅虎的一个分析 当时他对雅虎的一个分析 就是说雅虎这个公司 现在市值才2百亿美金多一点 然后他每年的盈利 可能在六七亿美金一年 他本身有现金 大概有45亿左右 当时的雅虎持有了 阿里集团40%的股份 那时候他对阿里的一个估值 是500亿 那么40%的股份 就是价值200亿了 这样一分析以来 他觉得雅虎是非常低估了 这是唐明荣第一次知道 原来股票还可以看公司的资产 现金流并且进行估值 但是早已习惯了看图画现的他 对这种方法依然是将信将疑的 后来的两年时间里 他跟着段永平的博客 一步步见证了他投资雅虎的全过程 当时也是将信将疑 但是慢慢的 他因为他分析雅虎的时候 雅虎的股价量是在1315块 他不是事后诸葛 而不是马后炮去分析这个公司 而是在这个股价慢慢演变的过程中 他给你分析 相当于是现场给你分析这个公司 是一个怎么样的 那这个过程就是很震撼的 经过两年的时间 雅虎的股价是从134块钱 然后涨到了40多块钱 从那之后 唐明荣一有时间就去看看段永平的博客 把自己觉得有收获的内容摘抄到自己的博客里 慢慢的他改变了以前技术分析的操作手法 开始学习估值 看财务报表 时刻从好公司 好价格 好的管理层的角度去分析 并且他还给自己定了三个必须遵守的原则 不熟不做 不用杠杆 不做空 不熟不做 这一点其实是比较难的 不去做空 不去借钱 这些定义是非常清晰的 只是有的人控制不做 但是不熟不做其实有点难 就有的行业你可能 我觉得自己了解的 但其实我自己不了解 这个行业就相当比较模糊一点 就慢慢的就是说 不要轻易踏出自己的能力圈 这些东西都是他交给我的 唐明荣从段永平那里学到了 价值投资的理念和方法 那么他的投资效果又如何呢 继续来看 2016年许多城市房价持续攀升 不少地区价格直接翻翻 楼市一片火热 当时还在上海打拼的唐明荣 深切地感受到了房租的上涨 而且唐明荣还发现 虽然当时楼市炙手可热 但是股市却截然相反 房地产股票估值普遍都比较低 经过一番对比 他找到了性价比最高的融创中国 当时其他的内房股的估值 应该是在四五倍这个样子 内房股在整个香港来说 都是低估的一个板块 当时这个公司的市值只有200亿 港币多一点点 然后他当年的销售额 已经有1500亿人民币的销售额 当时我测算了一下 他的自1500亿的销售额 在未来一年年结算的时候 将来会产生大概是100亿的利润 那么他的市值才200亿 这么算下来的话 这个公司是非常低估的 如此低估的价格 唐明荣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他重仓持有了融创中国 并且不断关注着房地产行业的变化 搜集数据和材料 从每月的销售数据 到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各个项目的去化率 唐明荣都做了详细的梳理和统计 从2016年6月到2017年1月 他一直自信地持有融创中国的股票 直到2017年1月 融创斥资150亿入股乐视的消息 给唐明荣一个晴天霹雳 乐视是一家我完全不看好的公司 我非常不喜欢多元化的公司 你看乐视 做的行业我估计10个行业都有了 手机汽车就不用说了 其他很多行业都在做 地产也在做 电视也在做 娱乐也在做 电影也在做 融创240亿的公司 花了150去买这么一个乐视这样的公司 所以当天公布消息的时候 那是股价在前天收盘在7块附近 公布股价的时候 那天跌了7%左右 当时我就卖了一半的餐位 虽然融创本身没有出现问题 但是为了安全 唐明荣依然毫不犹豫地 卖出了融创中国的股票 并且开始物色更好的投资标的 很快他就发现了另外一家房地产企业 中国经贸 他的团队比较市场化 激励知智比较市场化 然后他的拿地的模式比较独特 他是跟政府合作的 做这个产业园这一块 城市配套这一块 他有比较成熟的一些产业模式在里面 拿地的成本比较低 他的资金的借贷成本很低 他的团队执行力也是很强 然后他很吸引了我一点 就是说派系率就是比较大方 基本上每年可能在40%左右的派系 而且当时中国经贸的估值 也还在比较低的水平 于是唐明荣就将大部分仓位 都买入了中国经贸 一直持有到今天 学习段永平走上价值投资的路 唐明荣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投资之道 从2011年至今 他再也没有亏损 他正在一步步接近自己的财富梦想 稍后是网友互动时间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 现在是网友互动时间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指数3000点来回震荡 您看好哪些板块的机会 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是海富通基金公司 基金经理助理范廷芳 同时网友可以扫描屏幕上的爱维码 进入央视交易时间微信公众号 同步观看直播参与互动 我们来看几条互动的内容 这位网友他没有署名 他说环保板块有前景看好 眼镜哥哥说 我看好银行特高压证券 银行高分红特高压高业绩 另外整个行情离不开证券 米里说树高不过天 投资者要防范那些股价和业绩 都已经天下第一 但看不到新的更好增长点的 公司的风险 南方说谨慎对待大白马 切记追高当接盘侠 Ball Sane他说 看好军工环保航天芯片 Devitt说 值得长期拥有的股票都看好 买股票和自己的能力圈有关 多多研究财报和产品 题材股不碰 另外古海龙王说 看好科技股 坚决不看好酒家店等机构看好的 好 下面我们请听方来分析一下 今天应该是周五 这一周要结束了 那么这一周 我刚刚看了一下护生股市都是上涨的周阴线 就是因为高开的关系 成交量互市方面有超过一万亿 应该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这一周的走势是冲高回落 上证勉强地守住了三千点 那么你觉得后市怎么来看呢 我觉得现在的市场 其实是在震荡中寻找方向的一个过程 因为你看我们从宏观 以及从中观的角度 宏观你现在的经济数据 可能预期会变差 但是至少还没有落地 所以现在也算是一个 在落地之前的真空期 然后对外的摩擦 现在好像也偏向于缓和 或者也是一个真空期 因为可能也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 我们一直在讲 你就说悲观的预期已经得到了缓解 对 但是你好像又找不到一个 向上冲的动力 明显的乐观的预期 你比如说你有什么东西趋势向好吗 宏观层面 中观层面 好像也没有 所以现在都在等 你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冲高了 那可能有的就想回落 所以这个过程会比较纠结 就你一致向上 或者一致向下的动力都看不到 那么你有大的利空好像也没有 大的利好好像也没有 所以总的来讲就是一个 在震荡中寻找方向的一个过程 但是有一个点我觉得可以值得关注 因为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 跨境七月份 然后中报级是七八月份 然后每年的这个阶段 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板块之间 都会出现比较大的分化 可能中报好的板块 可能会有 在这个阶段会出现明显的上涨 但是中报可能预期不好 或者是预期不好的情况下 报出来比预期更不好 那可能还会 在原来跌之上还会跌 而不是说你可能已经预期差了 可能出来不好 可能就结束了 也不会 所以在这个阶段 是我们更需要逐个逐个行业的 去对比去比较 甚至逐个逐个个股的去比较 哪些中报行业有机会的 个股有机会的 可能会更好一些 你刚才讲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们这个悲观的 确实已经缓解了 释放了 但是明显的做多的理由 或者逻辑 现在还没有形成共识 所以我们看到 热点板块的轮动就很快 前两天军工 今天军工就跌付即全了 环保也跌付即全了 那么你刚才讲到了中报 中报这个预期差怎么来看 就是说这两天 有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 就是核心资产在回落 那么应该说 他们中报肯定是不会差 或者说整个年报都不会差 但是他们出现回落 是不是和预期差有关 那么如果说我们整个市场 在关注预期差的话 那是不是中报的时候 不一定是既优的有机会 中报的预期差 也要分情况来看 就跟你刚才那个核心资产的问题 核心资产前两天回调 有各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因为涨的实在太多了 因为就在大家还在选择方向的时候 核心资产一直在往上涨 那你回调 正常的回调也是比较正常的 这是有个自然的惯性 第二个核心资产里面 其实也是有一些 某一些头部核心资产 出现一些小利空 把整个板块的情绪再往下带 就前面有几个例子 当然我这里不具体说了 所以也把整个板块的风险片 往下打了一下 但是具体到 比方说中报的预期差 每个行业还真是不一样 所以需要我们去更去把握 比方说现在的白酒行业 大家预期哪些公司 在什么业绩增速 那么你自己有一个数据的判断 比如说我自己会对 前面几个白酒公司 会有一个核心的判断 如果我觉得 这个我很有信心 比这个 大家预期的数字还要好 那么你可能在这样高的位置之下 还会继续创新高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其实161718年 三年的白马的 这种价值投资的教育 其实在我们A股市场 已经逐渐逐渐地开始定型 就你想要在这个时候 再做一把简单的预期差 把垃圾股往上炒 可能垃圾股的预期 比原来的预期要 原来预期很低 比原来预期要好一些 你可能觉得有机会 但这个有机会 可能也是很短战的 你反而如果核心资产 如果超预期 它的趋势反而会继续往下下去 因为你新高之后 大家筹码都一样了 新高之后 你反而有更多的做到的东西 所以也不要特别的位高 但是也不要特别的 就是想做那些小的波段 要具体的区分看 那么你觉得 大家在这个震荡当中寻找机会 也就是说目前 可能更多的人是采取了观望 尤其我们看到今天 虽然是涨了 但是成交量又萎缩得很厉害 那么这个方向看不到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也有可能往下 也有可能往上 或者说接下来你认为 这个指数不重要 我们更多的关注中报 影响的一些个股板块的机会 我是倾向于刚刚您说的 那个指数不是特别重要 后者 对 因为内部的结构 分化都会比较明显 就是当然我们如果不是确定 不是特别确定 哪个中报好 哪个行业中报好 哪个公司中报好 那么我们可以在中报出来之后 再观察 这个也是个不错的策略 其实如果按成熟市场的角度来看 对 就我们看美股 美股假设 信息是对称的 其实我们也没有信息优势 跟散户其实也没有信息优势 那么在美股的情况之下 第一个假设你中报出来好 业绩报出来好 你第一天可能涨了很多 但是后面还是会有持续的涨 它会持续的反应 之后反应 对 其实你看像最近几年 核心资产涨幅 它其实也是不断的 一个一个季报超预期 它不是说第一天超预期了之后 第二天就涨完了 时间很重要了 对 时间很重要 所以这个趋势呢 可能会越来越的跟国际接轨 所以核心资产的趋势 只要你的业绩趋势在 只要你的中报的这种趋势 不断的往上增长的趋势在 那其实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我觉得总的来讲 指数关心的 可能博弈性就很重 你出个利空你也很好说 你可能就很容易自己打脸 但是重点关注 你所看好的那些行业 所关心的那些行业 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指数3000点来回正当 您看好哪些板块的机会 能不能给我们提几个呢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我们其实一直是比较看好 犯大消费类的偏核心资产 不是说所有的犯消费类的东西 都是核心资产 但是主要是犯消费类的 第二个是大科技方向类的 然后可能会在这两类资产之间 做不同风格 比如说假设市场明确的转好了 那我们可能科技类的会转多一些 假设你像在这种震荡 或者偏看不清的这个市场的时候 偏大消费类的可能多一些 当然大消费类也要排序 白酒也算大消费类的 汽车也算大消费类的 但汽车可能明显的 基本面就没有那么好 或者小食品也算大消费 那小食品里面种类就比较多 油盐酱醋可能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所以总体上大的方向上 是科技加上消费 就是风险偏好来决定 到底选哪一个 风险偏好低的话就大消费 风险偏好高的 我们就是大科技 那么最近的科技好像比较淡静 你怎么来看呢 就是科创版要来了 是大家要看一下还是怎么样 其实科技比较淡静 因为科技跟外部的摩擦 它的关联度比较高 就是你说消费其实主要是内需推动 但是科技可能好像跟外部 外部摩它紧一点 科技好像表现好一点 松一点好像就表现相对弱势 但这个整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亲爱的打赏 看来没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